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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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他平時的一些基因的sample 其實很簡單 你有頭髮 有些身體的小小的組織 你比對到 你就知道那個屍體是不是這個人了 所以現在可以說是由基因層面的鑑證 是知道那10個屍體裡面其中一個就是普利哥津本人 所以就是說 應該都是為現時存在著最強而有力的證據 基因層面的證據來證實了 即是基上其中一個死者就是普利哥津 因為之前其實做了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有些報導說他不是在基上的 但是現在就肯定了他應該是在基上 現在也死了 這件事可以和這幾十年前另一件事對照一下 當時就是林彪出逃 他就在蒙古那邊聚機 到現在都還有一個爭議 雖然這個爭議都不是太大 就是究竟他的機身是沒有油 還是被導彈射擊落了 應該就是前者了 就是他沒有油 但是當時呢 第一個發現他就是蒙古的這個國家 但是他們找什麼人去鑑證呢 找KGB 但是當時沒有基因那個技術 靠什麼證實到機上那個死亡的人 其中一個人是林彪呢 就靠他牙牙齒的紀錄 原來他曾經在莫斯科養過病的 當時是看過牙醫 就留下了那個記錄 在那裡 就對照到他這個 我想問你 就是 其實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方法來的呢 這個就是最傳統的方法 牙齒流下來的印記 如果大家也是熟這個林彪的歷史呢 其實是找到林彪的頭骨 那個殘骸的嘛 也都看到他 就不是完全燒光的 都看到他一些的 甚至少少的頭髮特徵 還有這些這樣的面骨的特徵 都還可以留在那裡幫助辨認 在沒有基因證據之前 你說如果呢 是連那些骨頭證據 牙齒證據都沒有留下來 是極難去做鑑證的 但是現在是在說的 真的 大家都記得很多的慘案名案 你如果連那骨頭證據都被打碎了 整爛了的時候 最後留下就是那些軟組織 唯一就是靠那個基因的證據來幫你做鑑證 但是如果在以前你去到那些碎屍、熔屍那些事件 你沒有骨頭、沒有牙齒 就變得很難做鑑證 但是如果大型的火災怎麼找 譬如最近這個夏威夷的火災 他怎麼去找到死者的身份 其實你如果是火災的那些 你也可以靠骨頭 但是如果幸存還有一些軟組織留下 那你也可以做那個基因比對的 其實都是憑著 那個基因比對是能夠比出 你不需要整個完整的基因圖片的 你其實能夠主要找到一些部分 你那個配合率夠高 你已經可以初步決定了 其實這個樣本是屬於某一個人這樣 OK 好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男性和女性的基因的分別在哪裡呢? 大家都知道在那個染色體層面 你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了 你人的那個23對的染色體 其實那些染色體就是那堆這樣的基因 那堆資訊繳繳繳繳繳在一起 其中一種的組合 我們都知道的 你說如果是那個精子卵子結合 其實最後就是那些基因資訊 這堆掩飾體也會有一個重組 而很重要的就是第23隊 第23隊的資訊已經吞含出來的 你是男還是女 甚至會不會有唐氏綜合症 我以前中學時代都讀的 在第23隊的基因裡面 如果是XX的話 那就是女的 如果是XY的話就是男的 基本上你由那個基因 就是最後那個配合是怎樣配合 是一個XX還是XY 你已經知道出來是男還是女的了 是 所以男女就在基因的層面有別 但是這個Y的掩飾體 我們掌握它的資料有多少? 其實很有趣的 我一直看了這幾年 我們偶爾都會報導一下 人類基因圖譜工程 有一個叫做Human Genome Project 而且一直看著它的完成度 九十幾% 甚至我們曾經報導過 就是說一個完整的人類基因圖譜 終於完成了 我們在講一年前左右 我們有講過的 這件 然後在那個人類基因圖譜裡面 我們找到很多種不同的基因 是對應於很多那個基因導致出來的遺傳疾病 譬如說在染色體17號那隊裡面 其中某個位置 原來就有個是和乳癌是有關的基因 另外有很多的基因病 多到我自己就只是知道 但是都說不出 其實就是已經認到很多不同的基因區域 就對應不同的基因疾病 當然有了這個資訊 就是我們對於那個遺傳疾病了解更加多 原來有一件事情我自己都一直不知道 就是說我們對於在那個第23對性別染色體裡面 X的這個這樣的染色體我們掌握了 也都因為女性就是XX 它不需要有Y的那個染色體在它第23對那裡 所以你如果能夠將那個第23對X染色體 已經是做好它的那個基因序列 找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宣稱 我們對於整個人類的整體的基因圖譜 是有認識有資料 但是原來限於女性而已 但是我們已經有足夠資訊去了解整個人了 如果只是看X的那個基因 因為甚至乎男人自己都有X的染色體在裡面 不過它還有一個Y而已 原來就很有趣的 那個Y染色體 就是決定了整個基因組合出來的那個人 是男性還是女性的那個Y染色體 是原來還沒有做完那個基因組合排列的 就直到最近才做完剛剛這個星期才公佈的 所以我們現在講這個新聞就是講 終於是連那個Y染色體 我們都將它排列出來 就拿了它的資訊 原來我們現在才完完整整地 將無論男和女的那個基因資訊都拿出來 那麽在這次來講呢 我們是需要用到四十幾個男人上面的那個Y染色體 來幫我們做這個比對和排列的 那麽所以那個工作都是爛的 那麽其實也那個研究人員又再講了 爲什麽那個Y染色體是這麽遲才拿了資訊呢 而且都重要的 那個重要性可以一會再講了 但是爛的地方就是什麽呢? 原來那個Y染色體本身呢很奇怪的就是 很多你不知道有用還是沒有用的東西 有一些的組合次序是不停地重複 不停地重複完又重複 跟著你又不知道它有用還是沒有用 但是不停地很多很多重複重複重複 跟著就下一個新的資訊 跟著又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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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這些看下去又重複又立雜 你不知道有用沒有用的東西 那麽所以在那個去勾那個的資訊的時候呢 在這裏就會令他們提供了一些新的難題在這裏 但是現在怎麽都好 在整個資訊處理裏面 我們將所有的這個Y染色體的資訊就拿下來了 所以我們就會說 對於無論男性、女性、人類整個基因圖譜 才叫做完整地去叫做了解了 那如果重複的話 是不是代表這些資訊是多餘的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現在就是最後發覺就是不一定的 就是你重複了不一定代表它多餘不多餘的 這個基因圖譜工程呢 是一開始一直找一些資訊 去到九十幾%的時候 最後埋齋那幾個%是特別難的 那原來就因爲呢 越是棘手越難的東西呢 我們就放到最後才處理 就因爲呢 我們找到92%資訊的時候呢 中間也還有很多孔孔那那的味道去填 是的 即是有些可能是介乎於 那十幾%裡面有幾個孔孔那那 我們要很辛苦才能夠把它找清楚填下去 所以呢 在那個基因圖譜工程呢 你如果說在十幾十年前呢 它已經去到九十幾%完成率的了 但是近年呢 剩下的那百多個中間的這些空隙呢 才逐個逐個去慢慢克服去填滿 甚至乎原來整個Wild Chromosum 它自己裡面很多的空隙 它怎麽樣去填滿去形成 即是儲齊一個完整的序列呢 都搞了很久 即是我自己本身不是做這些事情啦 但是如果純粹由那個資訊處理的層面呢 都可以想像到裡面很多污糟、垃圾的資訊 有用沒有用好 應該填在哪裏都好 你怎麽樣將它正確地定位 你去拿多幾個sample來做比對呢 原來是一樣很不簡單的工作啦 那如果我們知道做對 我們有什麽好處呢 這裏呢 原來就很特別啦 23隊 46條 就是說 其中一條就是這個Y的染色體 就放在第23隊那裏 但是呢 大家很容易理解一件事 你想回男人和女人 不要只說表情上的分別 那台長你都會意識到就是說 其實男人的平均壽命是比女人低的 這個環球的啦 是的 這個就已經去到我們知道 一定是基因層面的東西了 有一些的疾病是女性會特別容易 有男性會特別少的 比如說紅斑狼瘡 是不是 襲擊女性多一點的 那有些疾病也都是男性的機會率是會高一點的 OK 有人甚至乎會說 剛剛那次這樣的肺炎瘟疫呢 哦 都看到了男女的分別 有人說女性輕微地高 也都有人這樣說過 那但是這些東西 會不會最後可以歸根結底到一個性別的那裏的解釋呢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鎖定到 在那個歪染色體就是藏到這個資訊了 為什麼男人會短命一些 我們看其他基因資訊沒有一個很好的控制 但是唯獨是男人獨有地就是有那個歪染色體 所以我們就基本上就會壓住了 男人他有什麼染病率高和染病率低 他的荷爾蒙分泌是怎樣的那個分別 然後就是那個壽命的密碼 其實我們基本上就想了就在這個歪染色體那裏 所以一切我們現世上想企圖 是用性別來解釋的一些的特徵或者的疾病呢 基本上你就聚焦了在這個歪染色體那個資料那裏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我會說 這個歪染色體的資訊能夠拿到下來 是開啟了整個那個叫做和性別相關的疾病的那個叫做 技術就是那個資訊分析之門 那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的推論就是 如果那個在那個Y的染色體裡面有的東西 那男性有的病 是不是這麼簡單直接對應到呢 那至少就是說你不是在一個環節去對應到 可能你看到零零射射在歪染色體裡面有幾個組合 是能夠特別關聯到那個男性的某一些的特徵 或者某一些的疾病 那我想大家做很容易就是會集中了 在這個第23對裡面的歪染色體那裏 去做個比對分析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很想這樣說 就是對於人的基因的排列 我們現在全全掌握了 這裡這麼說 如果純粹用那個基因圖譜的層面 我會說是 但是你說 因為整個基因遺傳學 不只是單單體現了在那個資訊自己本身 其實如果你問很多這些做分子生物技術 基因遺傳的專家 有了這個基因資訊是最基本的 這些基因資訊它怎樣發揮出來 怎樣由資訊又表現出來呢 其實原來又是另一套很大的學問 那些譬如那些叫epigenetics那些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表徵遺傳學 比如說有人有這種這樣的基因 OK?可能是和癌病有關連的 但是為什麼最後癌病沒有表現出來呢? 那有一些很簡單的理解的 以前我們中學時代讀過的 那些顯性的東西和隱性的東西 是不是? 它什麼時候是那個製刪了 什麼時候那個製刪了 這個就不只是由那個基因自己本身 是由那個基因出來的那些一系列的生化反應 相互作用去這樣交結形成出來的 所以只是一個動態資訊是不足夠的 而這個靜態資訊是不足夠的 這個靜態資訊最後怎樣由一個動態去表現出來呢? 又是另外一門的大學問 但是我就會說你先掌握到最基本靜態的資訊 那就叫做有一個可靠的第一步 那換言之就是我們對 譬如說為什麼我們有這種特徵 或者有這種病 就是要理解了 全委這個基因的角度 要理解了還有一條很遠的路的 好了 那我們這一集就完成了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啦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持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加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